像你们中国那时候不是调一台世界为了要抵制日本货吗 然后韩国不是也是有什么纠纷 为了抵制韩国货现在还不是看着韩剧 用着日本的车拍着日本的东西 用着日本的家电 你没觉得大陆人特别包容吗 你没觉得大陆人特别包容吗 我觉得你这样讲就是你的说法 那我也可以说那些企业也特别包容 是不是 就是后面就包容起来了 不是问的那些企业是赚钱的呀 对不对 那些赚 他不赚钱他做嘛 如果你们中国没有需求的话 那他去社产也赚不到钱 那我就问你一下 那我就问你一下 比如说之前大陆的那个什么爱奇艺跟腾讯视频被台湾禁掉 那是因为台湾人的需求必须被必须要被民进党给民进党给淹掉吗 能这样说话吗 禁掉 对啊 我们还是可以看爱奇艺啊 还是可以用腾讯啊 问题是立法禁掉啊 立法了呀 有没有立法 我们还是可以看看 不是有没有立法 有没有立法 有吗 有没有回答 他并没有执行 有没有回答就完事了 有没有 有没有立法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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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是有啊 可是他可能只是朝案法条啊 他并没有执行啊 不是那有立法不就完事了 没有执行是没有执行的问题啊 有立法就可以了 那不就是民进党想要管吗 对不对 所以说呢 那我 我 我 还是可以看得到啊 台湾民主 对对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台湾人有这个需求 民进党想要淹掉这个需求 没有淹呢 对不对 能能这样说话吗 你觉得 没有啊 我我我从一开始 你别你别那什么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刚才刚才刚才有些问题 比如说啊 你像什么 比如说像日本车啊 像什么韩剧也这些事情啊 那有没有需求 当然有需求 但是如果不赚钱的话 没人做这个生意的 你要了解这个 日本车有什么需求 大陆就没有德国车 没有法国车了吗 也有啊 我就说你们那时候不是要抵制吗 那你们就要 到底啊 为什么突然几天后就破功了 不是 有你 你能保证14亿 中国人每一个人都喊了抵制了吗 你能保证这个事情吗 我都保证不了 那如果你这样讲 对不对 那你如果这样讲话 那如果我们立法 可是他只是立法而已啊 他们并没有 那是政府行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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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你刚才说的是个人行为 你想你 你那政府行为你都管不了 你还管个人行为 你这不很奇怪吗 嗯 你知道你有些想法 你知道你的有些想法 特别特别独裁 你知道吗 我们要 讨论这个管不管的问题 我就觉得 你们都这样喊的 那你们就要 我 谁喊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你能保证14亿个人 每个人都说了吗 你能保证吗 谁告诉你14亿人 每一个人都说了 要不用啊 谁告诉你了 我觉得你们这样做的话 不是 你不能老实就是说 就是说把别人都看成一块铁板 然后的话 就所有人都是一口同声 你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吗 台湾人2300万人 然后都都有那么多种声音 然后大陆14亿人 那声音就是一个 你说这个想法 是我疯了 还是你疯了 嗯 没有我是觉得你们 我是觉得 不能就是这样 你懂吗 就是 他们正常国家 并不会这样说 你知道吗 哪个国家 哪个国家说的 你比如说你如果说 中国说了要禁 要禁掉日本车 你告诉我 共产党哪个发文 哪个政府的发文 说过这些事情 没有 当时的反日是民间的反日 个人也不是每一个人 也不是每一个人 14亿人当时反日的有几个 上街的有几个 你不能说 有那么200万人上街 就代表14亿人了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只要有人上街 就14亿人想法都一样了 你怎么知道有抵制的人 他的想法就不会变呢 那你台湾人90年代 说自己的中国人 后来变成台湾人 后来又变成中华民国台湾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想法就不能变了呗 那个时候他20年前 他觉得日本车不好 我就不要用日本车 20年之后 他就觉得日本车省油 不可以吗 我们只是来探讨 你可以不用就是这么生气 你知道吗 不是不是 你知道吗 不是你知道吗 很多事情 你都特别特别的偏见 你知道吗 像你们 你们中国也是很偏激啊 相对的啊 我说你哪句话是偏激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说你哪句话是偏激的 你指出来 我能说出来你哪句话是偏激 你知道吗 比如说 比如说 你比如说 你不在乎台湾人民的声音吗 然后就是 我不在乎 那是我自己的问题啊 对啊 那是我自己的问题啊 那问题是我凭什么要在乎呢 你为什么要强迫我在乎呢 我就不能不在乎吗 那我没有 那这个是我的观点啊 我说是不是 那我也是 那我也是尊重别人的想法 才这样去说的 你知道吗 不是你的观点的问题 就是说 你强迫我想要 想要在乎 你知道吗 比如说就像我说了 大陆人有很多人想当美国人 想当日本人 我只想要给你探讨 我只拿出这个问题来探讨 不是 你刚才说了 我偏激吗 你不是说我偏激吗 不是说那什么 我觉得我不在乎 他们人的观点 是我偏激吗 那为什么我不能呢 我只是一个个人而已 为什么不能呢 不是啊 那我也是一个个人 我觉得我们 不用把话题在这边闹 你知道吗 就觉得 其实就是互相探讨 不是互相探讨 就像我刚才说你 就像我刚才说你 你有些观点特别的偏激 刚才你说我为什么 那个什么 就是说你说 你大陆人不是反日吗 怎么又看日本 又看韩剧啊 我说了 就算是有反日 当时出来上街有游行的人 游行的有200万人 200万人能代表14亿人吗 代表不了啊 你不能说拿这个 好好笑啊 你们 这跟好笑有什么关系呢 不是互相 我知道 但是的话 就像我跟你说的 就像最早最早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理解 我没生气 你发现没有 我现在没生气 莫名其妙啊 你就发现没有 我现在没生气 首先呢 就是像我最开始说的 让我把话说完行吗 让我把话 我哪句话 对你人生攻击了 不是人生攻击 针对我的话 一直攻击吧 所以我就觉得 对 你听我说完 你听我说完 我最早最早 跟你说过一句话 你可以有立场 就比如说 咱们聊天的话 可以有立场 但是 但是有立场 但是有立场 不能有偏见 你知道吗 但是有立场 不能有偏见 问题是刚才 那行 我指出你偏见的地方 你先听一听 我指出你偏见的地方 可不可以 就比如刚才 我说那个问题啊 有人反日 就必须14亿人 不能用日本车 你不是很奇怪的吗 200人 200万人出来 游行 那14亿人都不能用 你不是觉得好笑吗 对不对 你不是觉得好笑吗 这个东西 从我最近 从我最近哪一句 听到我说 不能用日本车 我只是说你们抵制啊 对不对 你说你们 你怎么知道我抵制了 你怎么知道我抵制了 你要不要提前问一下 我当年有没有抵制日本车 比如说你说某个人可以 你比如说张三 张三他当年抵制日本 然后张三后来又开了日本车 你可以说这个事情 好笑张三 张三这个人好笑 可是你不能说你们 或者说你们中国 如何如何如何 这个东西很奇怪 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会说这个东西是偏见 没有没有没有 我并没有说你啊 我说你们有这个讯息书啊 说你们要抵制到底吗 怎么可以几天后还不是继续用着 我的观点是在这里 不是抵制到底 我跟你这么讲啊 我跟你这么 我跟你解释 我跟你解释 台湾人吃18公斤凤梨啊 有没有一堆人在那边笑 那这个不是也是偏见 这个我没有看那个什么 我没有看那个聊天室 聊天室现在我看到这一面啊 没有人攻击你啊 但是的话 有些啊 说话可能就是说 那个什么秀犹豫啊 这个我看到了 但是的话 对于人身攻击这个还好 但是你可以攻击他 这个都没问题 但是不要骂人就行了 然后的话 就比如说我刚才说 刚才说那个什么 日本车的问题啊 我给你解释一下 日本车的问题 当时的政府是没有反日的 当时的政府是没有说 我们这边要 对 你们政府没有反日 民间 对 民间 这个我承认 所以我就觉得你们应该 就像我说了 台湾也有改变呀 就像我刚才你解释 90年代 台湾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后来变成了台湾人 后来变成中华民国人 后来变成中华民国台湾人 他自己都会有变化 你们自己也会有变化 大陆这边就不能变化 必须铁板一块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只是拿出来探讨 因为我一开始 那时候刚刚有讲 敌对国 把就是互相拿对方 来笑饼来笑 这个是理所谈的 说实话 说实话 你可以说这个事情 所以说 你可以说这个事情 但是你不能不允许 我反驳 你知道吗 你现在在不允许 我反驳 你知道吗 你不能不允许 我反驳 你知道吗 我是可以反驳的 我也没有骂人 我也没有 也没有脏话攻击你 然后我就反驳你这个观点不对 你不要那么激动 静下心还讲 我当然有激动 没有激动 然后 我当然不允许